大家好,我是主播小蜜,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1961年,中国援助非洲的第一批铁路工程师抵达坦桑尼亚,为了打通东非交通动脉,中国先后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和百万吨器材,泰州工程技术人员就超过5万多人死。 1976年,被誉为非洲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正式通车,使得非洲西南各国贸易实现互通,见证这条铁路从无到有的。 还有一个名叫萨姆努乔玛的纳米比亚年轻人,多年后,努乔玛对儿子说,我亲眼见证中国在倾力援助非洲,手把手的教会坦赞工人怎么铺舍维护,而与之对比的是从15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的欧美殖民者,他们贩卖非洲奴隶,强迫黑人劳动。 掠夺木材矿石,就连垃圾也要倾倒在非洲海岸,所以,中国才是非洲的朋友。 在被南非监禁的20年里,诺乔玛并没有屈服于英国的威逼利友,同为囚友的曼德拉出于当选南非总统时说,诺乔玛从来不跟白人和开手打交道,是真正的自由斗士。 所以我同意纳米比亚脱离南非独立建国。1990年,多年辛酸中国成果,联合国在中国等国支持下准许纳米比亚独立,致限于公投。 诺乔玛当选非洲最后独立的国家的首任总统。 按理说,刚刚独立的纳米比亚百废待兴,异国总统自然事务繁多,但诺乔玛第二天签署的文件不是任命,也不是政案,而是主动宣布与中国建交。 纳米比亚像导致着广场中央的诺乔玛雕塑说,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它始终坚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用风雨同舟来形容中纳关系,而纳米比亚人却喜欢说飞天入地,中国飞天我们就跟着飞天。 中国入地我们也跟着入地,这是一份来自心灵深处的誓死追随。 由于地处撒哈拉沙漠以南,纳米比亚干旱缺水,环境恶劣,直至十四世界才有班图雨系的奥万博人从中飞迁徙纳米比亚。 但葡萄牙、俄兰、英国、德国等欧洲殖民者很快闻讯赶来,近德国一次就杀掉了7.5万纳米比亚人,占当时总人口的90%,剩下的10%被强迫在种族隔离营中劳动。 与中国人的遭遇不太一样,德国的认错态度比日本端正,虽然没有支付40亿美元的屠杀赔偿,但德国2004年公开道歉了,对纳米比亚的援助金额也提升到了11欧元。 漫步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街头,似乎有种置身于欧洲城市的错觉,街面干净清爽,路人穿半得体。 黑人是主体,但白人也不少,偶尔看到的摆摊也静默无声,似乎被人听去就会泄露商业机密一样。 温德和克都要压着声音,生怕影响到路人。 温德和克的前身是德国温图克军事基地,为了让士兵过得更舒坦,德国先后修建了城堡、啤酒厂、商业街、市场等设施。 所有街道也都以德国标准来规划设计,按照温德和克战争博物馆的记载,1971年时,这里的白人比黑人还多,其中使用德语者超过三分之一。 这些人在温德和克留下很多汇卷,所以纳米比亚官方语言虽然是英语,但德语仍然是通用语言之一,作为非洲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且地缘、历史都与南非相似。 纳米比亚的经济环境也与南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独立后的二三十年里深受南非影响,2004年失业率高达36.7%。 好在中国出手帮扶,小到打井数百口解决饮用水危机,大到成批量的经济住房修建、水产养殖中心、学校等项目都交给中国,就连总统官邸和议会大厦都指定由中国完成。 由于前置民国势力有存,纳米比亚独立初期的收入与物价极不平衡。 当地人用玉米的工资、黄金的消费来讽刺欧洲国家的物价控制。 直到中国连续二十年向纳米比亚出口评价电子、纺织品、家具和服装后,人们的生活才开始看到盼头,用得起智能手机,穿得起漂亮衣服。 所以,纳米比亚回头就把天然油和千铜等矿石低价卖给中国。 老话说没有共同的敌人,只有共同的利益,但现实中也一直存在着没有伤害,只有互惠的朋友。 比如中那两国,三十年携手风雨同舟,才有了今天的互惠互利。 从中国训练弩乔马的士兵开始,每隔一两年就有一批纳米比亚人抵达中国学习经验。 上到军事,下到城管,几乎是全方面模仿中国。 比如独立后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访问团,十多名纳米比亚经济专家走访十一座中国一线城市取经。 比如文化和教育制度,多次邀请中国教授在纳米比亚任教。 2019年申请留学中国的纳米比亚学生超过三千人,而最终名单只有150人,可想而知竞争有多激烈? 付出总会有回报。 当纳米比亚人感受到中国人的力量与诚意后,信任就会变得迷奸。 在2005年中国宣布纳米比亚成为国人出境旅游目的地后,双方友好发展一路开挂,截至目前已达成12对友好省市。 由于中国频繁发射卫星,其需一座非洲南部的卫星追踪站填补空白监测区。 纳米比亚主动在首都附近开了一块地给中国修建追踪站。 收到消息有西方人在追踪站附近探手探脑。 纳米比亚国防部马上回应,一进入高层讨论一程,最终决定会通知到全体纳米比亚国民及全民协助监督的意思。 如果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自然就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纳米比亚和非洲对中国和毛泽东主席都是心怀感恩的。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论坛活动上,纳米比亚驻华大师凯亚莫申请回顾了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无私帮助和权力支持。 他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出于世界大同的梦想对非洲进行无私援助。 在非洲人眼中,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 前段时间,中国援助的十万剂新冠疫苗运点纳米比亚首都温德河克。 除纳米比亚之外,许多非洲国家都在难以获得疫苗的情况下收到了中国援助的疫苗。 凯亚莫指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对中国不利的杂音,但这些杂音背后的力量并没有准备帮助非洲国家。 青年代表国家的未来,他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未来代表着什么,需要了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回事。 特别是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歪曲报道,青年应该知道事实是什么,真相是什么。 凯亚莫说,不仅纳米比亚,非洲南部的安格拉,刚果,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等国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都得到了中国和毛泽东主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他强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需要了解这些历史,当时,我们需要医疗物资,需要食品,需要武器。 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刚果等国家的领导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来到中国寻求帮助。 那时候中国也很贫穷,但是出于人道主义,出于世界大同的梦想,中国和毛泽东主席无私的,毫不犹豫地帮助了我们。 凯亚莫指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坦桑铁路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杰出代表。 坦桑铁路的建立,史坦桑尼亚,赞比亚,安格拉,南非等南部非洲各国之间的食品,物资,药品和武器可以自由流通。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当时为什么要把本来就不多的钱财用来支持非洲的一项建设事业,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发展自己?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同、世界大团结事业的贡献,不仅是现在,更可以追溯要到毛泽东时期。 中国在那个时候就为世界大同和世界大团结而奋斗了。 凯亚莫说,中国人喜欢用非洲兄弟亲切地称呼非洲朋友,那么非洲人到底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呢? 凯亚莫质地有声地说,我向你们保证,在我们看来,中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这些友好事业,继续保持中非友好关系,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 在请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